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講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台灣那邊就見了 就快清明了 清明很多人數目拜山 他們有一間酒店 推出了五星級酒店 推出了金銀衣紙蛋糕 對 之前外國人就做了一個類似的東西 新年的時候吃 不要意頭 他出了這個東西 響應了 清明節的時候才吃 但是 他就說是煮得環保 這個金銀衣紙蛋糕 燒好不燒好 還是吃進口 那就是跟先人爭吃 那怎麼辦呢 稍後和大家討論一下 第二件事就再和大家講講 就是方倉醫院 方倉醫院就是 網上流傳了一個風景如畫的天空之鏡 拍出來就真的十分之美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就出了一個小小的問題 不過就不是一些 叫做大問題 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但是讓人發現原來 方倉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面 到底是怎樣的呢 稍後就和大家講一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傳播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和大家講一講 就是 接下來我們就清明節 清明節就應該去拜祭我們的先人 這些時間 大家都少不免就要去 準備一些製品 水果 可能就是 乳豬 燒肉 雞 這樣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也會有魷魚 總之每個人的習俗都不同 有帶其他的飯吃等等 都不出奇 看看先人喜歡 要些什麼 不過有些東西都會準備 除了剛剛所說的食物之外 金銀衣紙 金銀衣紙就不是給先人吃的 金銀衣紙是燒給先人 等他去 享用 用來 洗一下 買一下 所以 有些不同 但是 早前 明傑和肥仔也說過 英國那邊 推出了一些 叫做餐 那些餐就是用來 給我們中國新年用的 裡面加了金銀衣紙的元素 你真是不得之了 居然這樣做 去搞屎棍 他們當然是 在我們中國新年裡面 搞屎棍 這次就是台灣 台灣在我們中國新年裡面 沒有搞屎棍 不過就是有些 我不知道搞什麼 原來 很多人已經在清明之前 已經安排了 來要數目了 甚至乎就是安排製造的行程 我不知道台灣有多少人要回國製造 這些就真的要 量度一量 日前就是台灣那邊的唐祥榮 的 酒店 好應景 推出了 金銀衣紙蛋糕 主打是環保 主打是親情無嫁 還有製造了一個情意似金的東西 他這個 蛋糕 很多網民就說 很有創意 100分 這款蛋糕 在幾天之前 出了來的 台唐祥榮酒店 在他的Facebook 發了出來的新品的蛋糕 看到一片片 蛋糕體的東西 層層的就在一起 然後 他複印了一些 金銀衣紙 當然他不是很薄 厚的 金色的面子 再製造一個大大的福字 還有一張 反光的燙金紙 相信應該是食用的 金箔紙 都是很像樣的 有很大的象徵度 原來這一款的蛋糕 是用芒果蛋糕為一個 基底 一大塊芒果蛋糕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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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噴噴噴噴噴 然後在一塊 然後在旁邊噴噴噴噴 最後就有一個燙金 燙下去 做了一個千層蛋糕 也不是一千層蛋糕 不知道味道如何 但是台灣的市民 覺得他的創意 非常之 厲害 他們也希望 向民眾提供 一種環保而又有趣的方式製造 台灣那邊 很多人產生共鳴 也引起了一些 網民的熱烈討論 那我就在這裏想 但是金銀衣紙的 想法就是 給一些錢 給一些祖先洗一下 對不對 不知道怎樣也好 總之有些錢給你洗一下 那現在 你到底是把這個 蛋糕去燒了 燒完之後 先人收到 你收到是用來吃 先人 還是扔 洗不洗得的 撕不撕得的 一撕 沒事的 那怎麼辦呢 這些都是一個 很大的疑問 有時候 傳統 真的還回傳統 你這個東西不是沒有創意 是有創意 不過 可不可以 叫他們自己吃就算了 金銀衣紙 你喜歡燒就燒 你不喜歡燒就不要燒 但是 你做個這樣的蛋糕 是不是真的買的 我真的不知道 跟著 有一些 台灣的網民就說 有沒有雙型的蠟燭 可能是 壓得到口 然後有些網民就說 有了金銀衣紙 現在 有沒有香呢 可不可以 製作一個 巧克力棒 好像香 做巧克力香 那樣 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真的要吃的呢 那些人會 我都抱有著這個大的疑問 是不是要吃的呢 那到時候你拜完之後 就是有些 乳豬呀 燒豬呀 豬肉呀等等 可能會拿去吃吧 但是 那 那會不會吃的呢 我都 騙了 有些人就說 喂 我想買呀 不是做什麼 送給朋友 你真是很夠朋友 OK 有些人也說 這個是不是意圖擊死家的長輩呢 真的 我也不知道 然後 然後就說 要不要自備一個的香爐 還是 現場 就怎樣搞 很多人就說這個東西 很搞笑 很前衛 怎樣也好 這個創意 我覺得 真的好 起碼 他知道我們中國的習俗 不會在新年裏 做些大吉利是的東西 都是一個好事 一些創意 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笑一下好了 不要真的買呀 OK 接著我們就說說這個 方倉醫院 第五波疫情 就非常之嚴峻 大家也知道 方倉醫院 是 現在都幾受歡迎的 很多人都說 方倉真的不錯 這樣 亦都是 住得下 然後 環境也不錯 比起一開始的時候 改善改善 再改善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配置設備 真的令到一個 賓治如歸的感覺 現在確診者 非常之眾多 政府也都 不斷地 弄不同的方倉醫院 弄很多很多方倉醫院 但輕症的患者 進行隔離 不過 弄方倉醫院或方倉醫院 現在又說 檢測那些又要 撤走 撤回去內地 我不知道弄完方倉醫院之後 有沒有什麼 特別大用處 不然你到時弄完之後 你又沒有用 你又拆了它 那真是 浪費氣 方倉醫院 有些事情令人關注 很多方倉醫院 因為是很快的速度 臨時見出來 所以未免有一點點不足 要慢慢慢慢的改善 在上個禮拜 方倉醫院收到一些 簡單水浸的警報 報告 有些水浸 哪裏浸了 哪裏浸了 基本上在1小時之內 就處理好了 主要就是出現一些 水騰 小型的積水 等等 就算積了水也不要緊 因為方倉是 浪起了才起 浪起了 水浸 你不是說 浸到腳眼以上 基本上問題都不大 就算腳眼都OK 浸到小腿 就難說 相信大家家裡也難說 不要說方倉 有Facebook專頁刊登出一個叫做 方倉醫院的天空之鏡的照片 據知那個相片就拍攝在 港珠澳人工島的方倉醫院 拍攝者就利用地面上的一些水滕 而拍攝而成 那些水滕也不是十分大的 不是大面積的 即是用一個距離感 在自己面前的水滕 中間完全是光澤 再前面就是方倉醫院 放在下面 放到很低很低很低的角度 拉後 去拍攝這個方倉醫院 再把方倉醫院的導演 反映在那個水滕之中 拍攝了一張很漂亮的 天空之鏡 那個叫做天空之鏡 拍攝出來之後 是受到非常多 網民的熱烈討論 也都是極受歡迎的 其實大家只要是 放多點眼力去看看那個天空之鏡的照片 就會看到 是一個的大水滕 前面是光滑的 再前面才是方倉醫院 所以那個天空之鏡 真的拍得非常之好 這張照片在沉逆的時間 有網民在Facebook專頁發了出來 叫做方倉醫院天空之鏡的照片 原來是在星期五的時間 剛剛啟用的元朗 談美社區設施 那裏就叫做拍攝的 他就說那裏有些叫做 低華的水滕 但原來不是 那個聲稱 應該有機會是偷圖的 是偷了別人的圖片 然後又說有水滕 又成了 但原來是甚麼事呢 原來那張照片就是拍攝 位於港珠澳大橋的人工島的方倉醫院 由一名染疫而入住方倉醫院的建築處員工去拍攝 他只是利用了地面上的小小的水滕 從另一張拍攝差不多角度的照片可以看到 方倉醫院上面 是真的有小小的水滕 而這個小小的水滕就足以去做到一個 叫做天空之鏡 其實即將踏入雨季 在我拍這段影片的時間 都是下雨的 在昨天直播的時間 文杰已經提醒了大家 麻煩大家出門口要帶雨傘 基本上來也是踏入雨季 在一個臨時平整土地上的死居隔離設施 例如方倉醫院的地方 他的去水能力是真的會備受考驗的 負責管理方倉醫院的保安局 現在聯同渠武署 天文台和方倉的建築商 中國建築在上個星期 已經成立了一個 極端天氣應變小組去應對 中國建築在清衣方倉醫院 設立了香港死區隔離設施 維修保養指紛中心 以中央控制台去統籌和安排維修工作 目標是希望可以在30分鐘內 處理隔離設施的維修求助個案 據悉在上個星期內 就是收到大約20宗的簡單水浸的警報 在方倉醫院那邊 已經是非常快的速度 處理好這些事情 所以有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少點投訴 你看到一個水淌 兩個水淌的時候 你就儘管不踩下去 擾道而行 或者如果你發現 這個水淌 你以另一面去看的時間 這個水淌反映出來的倒影 完全可以令到人家眼前一亮 那不如試試將這個水淌 可不可以變成大家 期待已久 或者大家可以進入眼簾的一個 美好圖像 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是 用不同的角度思考 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賞 有些人就覺得 方倉是一件很壞的事情 有些人就覺得 日方倉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到底這件事是好還是壞 其實只是視乎大家的心態 你覺得那件事是好就是好 你覺得那件事是壞 任何人都改變不了你的想法 那這些都是 一杯水裡面 只剩下半杯 還是我還有半杯水的一個道理 和想法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兩件事 有什麼想法呢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這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震好留言 訂閱 熱身事導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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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